第38题将80度C的水冷却到2度C的过程中 水的体积会如何变化 这还是在考水的异常现象 水的体积跟温度的关系是 它在4度C的时候 体积会最小密度会最大 所以当我从80度C开始要降温的时候 从80度降到4度C的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的体积是变小的 然后我们再从4度C要降到2度C的过程中 它的体积是变大的 所以它的体积变化是先变小再变大 所以第38题我们说 将80度C的水冷却到2度C的过程中 使得体积会如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先变小再变大